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普京受到西方的經濟制裁 而俄羅斯正在將大量黃金運到三個國家 並以低於全球基準的價格出售 有觀點認為普京已經將家底用完 同時出訪歐洲五國的中共特使李輝露出真面目 要求歐洲接受俄羅斯佔領烏克蘭領土的事實 而歐洲官員明確警告李輝 美歐是不會分裂的 請看報導 歐洲官員說李輝已經向五國傳達了明確的訊息 歐洲的盟友應該維護他們的自主 並敦足立即停火 令俄羅斯管理現在佔領的烏克蘭國土 據報導說 李輝敦足歐洲各國 將中國視為美國的經濟替代方案 西方官員表示 儘管現在就否定北京當局的努力 還為時尚早 但考慮到中俄關係如此密切 他們質疑中共在任何談判中 充當誠實調解人的能力 官員認為 中共的主要目的似乎是確保俄羅斯不會輸了戰爭 現在中共已經成為俄羅斯的關鍵經濟命脈 李輝也被告知 在俄軍撤軍之前 要實現和平是不可能的 歐洲不可能與美國分裂 而且歐洲不會撤回對烏克蘭的支持 俄烏站打到現在 普京已經很快沒錢了 正在低價賣黃金 路透社報導 俄羅斯記錄顯示 從去年的2月到今年的3月份以來 阿聯酋、中國和土耳其 三個國家的黃金進口量 佔俄羅斯黃金出口的99.8% 在烏克蘭衝突爆發之後 很多跨國銀行、物流供應商和 貴金屬精電商 都停止與俄羅斯的黃金生意 而此前 這些黃金通常會被運到 倫敦進行交易和儲存 而倫敦的金銀市場協會 從2022年3月7日起 停止進口俄羅斯的金條 英國、歐盟、瑞士、美國、加拿大和日本 都禁止進口俄羅斯的金條 據紀錄顯示 中國和土耳其在2022至2023年期間 分別進口了約20噸黃金 而阿聯酋同期進口了75.7噸俄羅斯黃金 價值43億美元 現在外界擔心的是 俄羅斯黃金很可能被融化和重駐 然後再改頭換面 重新流到美國和歐洲市場 路透社報導 黃金採購專家Louise Marichal表示 如果進口了俄羅斯黃金 由當地的精煉廠重駐 再被當地的銀行或者貿易商採購 然後賣到市場上 那就糟了 而關鍵時刻節目提到 這場戰爭令俄羅斯已經用了所有的家底 成為最大輸家 而普京也在多方面籌錢 光是1、2月份 俄羅斯已經用了7,700億台幣 沒多久之前 瑞士銀行凍結了俄央行5,000億的資產 不僅是瑞士、加拿大、波蘭、意大利、比利時 在境內有關俄羅斯相關的資產 一個一個都跟進 做了凍結的動作 另外俄羅斯以前在海外的貿易市場 也被西方國家分走 有觀點認為 俄羅斯低價出售黃金 利用買家重駐留回歐美市場 顯然是變相的換錢 因為普京真的沒有錢 5月25日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在華府會見中共商務部長黃文韜 這次美中商務部長會面是短兵雙接 美方主要聚焦在美光公司被禁 中共聚焦在限制晶片上 而在G7之後 西方國家可謂是大招跌出 26日日本和美國簽署了關於晶片的合作協議 請看報導 美國商務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雷蒙多在會談中 談到了中共最近對在中國 經營美國公司採取的一系列行動 聲明沒有提到 美國公司的名字 但是《華爾街日報》報導 據美國商務部的人士說 美光禁令和北京最近針對在華美 各企業採取的調查行動 是雷蒙多會晤的首要議程 而中共商務部在發布聲明中表示 黃文濤向雷蒙多表達了 對美國晶片的政策和出口管制的擔憂 近期 拜登表示希望美中關係解凍的話音剛落 中共網信辦隨後就在5月21日晚間發布聲明 以國安風險為由 對美光科技公司的產品實施禁令 可以說美光事件令美中科技戰越演越烈 科技是美中關係的主要戰場 美中行動都特別關注半導體 半導體為從汽車到武器的一切提供動力 因為美光是美國儲存晶片行業龍頭 也是全球第三大紀憶體晶片廠 僅次於韓國三星和SK海力士 雖然習近平制定了讓中國主導科技領域的計劃 但實現目標還很遠 在美國方面 拜登政府限制了向中國出口先進的半導體和生產設備 預計很快還會簽署一項新的行政命令 限制美國對中國一些高科技領域的投資 不僅如此 目前日本和荷蘭已經宣布 跟隨美國限制晶片技術和設備的出口 除了美國、韓國和台灣 日本的晶片業也是低調的高手 面對中美關係地緣政治危機 全球半導體供應緊張 美國已經邀請向日本加入四國晶片聯盟 日本和美國在5月26日 發表了一份關於技術合作的聯合聲明 承諾在先進晶片和其他技術的研發方面加強合作 路透社引用一名日本官員的話說 日本方面希望加深入美研發中心之間的聯繫 華盛頓和東京正在努力地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 與此同時 雙方正在共同努力擴大晶片的製造 確保自己能夠獲得至關重要的先進零部件 日本的晶片話語權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個是半導體材料 一個是半導體設備 這兩個方面是半導體產業鏈的上游 可以說全球的晶圓重商都有求於日本 而中國非常依賴日本的材料、設備、數據顯示 2022年日本向中國出口半導體設備 材料的金額超過了600億元人民幣 中國大陸是日企的第一出口國 佔了31%的比例 日本一旦與美國合作 對中共進行限制 中共沒有了材料、沒有了設備 等於被人捏著頸 美國兩黨對中共的態度 無誤的是圍堵、對抗、加制裁 而美國已經在行動 新武器刺針在25日已經運抵台灣 同時美國的全球英無人機 也宣布將部署在日本橫田 同時美國印太司令阿斐尼諾 日前對中共發出警告 有專家認為美軍將領的表態 說明美國已經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 請看報導 據法港報導 國防部長奧斯丁指出 北京在印太地區的挑釁行為日益頻繁 美國將很快向台灣提供額外的安全援助 而據路透社報導 拜登將會使用總統撥款權 向台灣提供價值5億美元的武器援助 而援助台灣的5億美元軍備案 最近已經開始落實 5月25日 美國已經將一批堅射射刺針防空導彈 運到桃園機場 並由台灣軍方正式接收 與此同時 印太司令阿斐尼諾 近日在聽證會上喊話習近平 入侵台灣要三思 因為這樣會極大地擾亂了全球經濟 戰爭一旦爆發 國際社會會迅速團結起來 而作為入侵者的中共 必將面臨於普京 現在正在應對的這種全球譴責 他還警告 美國總統和國防部長授予他兩項任務 第一 防止入侵台灣的衝突發生 第二 如果第一任務失敗 那就做好準備進行戰鬥並取得勝利 對此 資深媒體人張天亮教授分析 美國司令的表態說明了一點 如果台海打響的話 美國馬上會加入 美國並不將台灣的事 視作為內部事務 這個等同於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因為如果是內戰的話 美國是不會介入的 只不過大家現在都不說 如果一旦開戰 很多國家就會站出來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 而這樣對習近平想拿打台灣獲取政治資本 可能會適得其反 5月23日 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主席 加拉格爾說 為了防止共軍入侵台灣 導致全球貿易被凍結 將會增強硬實力 並且加強台海的 並加強台海的阻壓力量 還制定了10條合作計劃 其中就包括 快速增加戰區遠程打經物資的數量 還有提供台灣必要的硬實力 比如已經採購的軍事設備和武器 快速擴大台灣的軍事儲備等等 據韓聯社的報導 美國太平洋空軍基地在5月25日透露 原本住宅在美國關島的安德森空軍基地 全球英無人偵察機 將撲美軍駐日的橫田基地進行輪換部署 而全球英無人偵察機 巡航半徑達到3,000公里 可以覆蓋整個台灣海域 甚至到菲律賓 以及覆蓋整個朝鮮半島 如果再闊展500公里 就連北京都可以收到 據美國之音報導 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 5月25日發布公告稱 與上一季度相比 1月至3月的GDP增速放緩 低於經濟學家的預期 強勁的消費者支出 約佔經濟產出的三分之二 這個與強勁的政府支出 一起幫助推動了第一季度的增長 這個表示人們手頭的錢仍然很多 所以美聯儲有可能繼續升息 請看報導 當前的經濟數據和一些經濟學家對加息後 經濟衰退的悲觀警告尚未相符 這個可能表示加息的高度尚未能夠抑制消費 或者拜登政府大撒幣的貨幣寬中力度 仍大於美聯儲的貨幣收緊力度 而美聯儲主席鮑威爾 在5月3日的最近的一次紛盟發布會上 對未來可能再加息 也持開放態度 但美聯儲李士旭立說 他不支持停止加息 除非有明確的證據表明通貨膨脹症下降 同時 4月份的核心個人消費支出價格的指數上升了0.4% 同比上升了4.7% 價格漲幅幾乎平均分佈 如果按月計算的話 商品上升了0.3% 服務上升了0.4% 食品價格下降不到0.1% 而能源價格上升了0.7% 將令到美聯儲決策者 更傾向進一步加息 在通脹率走高的時候 隨著個人收入的增加 消費者支出也保持強勁 當月支出增長0.8% 個人收入增長0.4% 所有的通脹看來還會繼續走高 國內需求強勁的另一個跡象是 美國商品貿易逆差在4月份增長到 968億美元為去年10月份以來的最高水平 進口增長1.8% 而出口下降 這個數據沒有針對通貨膨脹進行調整 另外報告還顯示 第一季度的經濟增長高於最初報告 而美聯儲5月會議記要顯示 政策制定者對下一步行動存在分歧 因為成員想是高於預期的通脹 和銀行業問題的益出效應之間取得平衡 好了 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